好了,我们现在用这个经文 因为这个经文大家都熟悉,所以我们不去读 因为我讲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经文 首先我解释这个经文 这个是述经大纲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会解释这个经文 老苦丹、中丹的人 到底这个是什么呢? 有些人以为就是做劳苦工作的人 这样的话这个经文就是指示给劳苦做工的人 但经文也说中丹就是有丹子的人 有丹子的人是不是都是做劳力的人呢? 其实人可以是做任何工作都可以有中丹的 所以这个经文所讲的不但是讲到劳力的工作 而是说任何事情、任何工作、任何的事份、任何的关系、任何的情况令我们有中担的 这些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很辛苦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中担 就看多或者是少 耶稣就说你来到我这里 来到我这里什么意思呢? 亲近他 亲近他 非常好了 来到他这里不许墙上放一个耶稣的图画 然后我走过去 不许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亲近他 去找他 他就使我们得安息 这个应许很特别的 我现在去解释这个经文 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我能不能够对你说 你来到我这里你就很开心了 我没有这个能力 人没有这个能力 但唯有神能有这个能力 他能够说你来到我这里 你就开心了 你就会安息了 其实我带领你们敬拜 不是来到我这里 是来到神那里 是神的同在 不是我带来的 所以这个是神的奇妙 也是神宣告 耶稣宣告我是神 在我的里面有安息 然后耶稣讲出他的内心是怎么样 心里游和谦卑 但我们看到任何的形容词 任何的名词 我们可以看反面 反面会让我们看到正面 游和谦卑的相反是什么呢? 是肝硬的 是容易伤害人的 你说什么? 是肝硬之大 骄傲之大的 我们发觉很多人 虽然能够帮助人 但他们很骄傲 也是很肝硬 但耶稣是游和谦卑 我们来到他面前 都会经历神的平安 神的爱 祂的游和 其实有些人去过天堂 他们死了 或者是有些人祷告去过天堂 然后急救 活过来 他们说 他们信耶稣的 就说 我见到耶稣啊 见到耶稣的时候 祂的爱涌过来 祂的见到是那么美好 祂的眼睛充满爱 看到这个眼睛就非常的感动 有些人说 这个爱涌过来 极度的感动 有一个人说 没有人能够预备好建筑的 因为建筑实在是非常美好 因为祂是游和谦卑 是非常美丽的神 然后耶稣说 来到我面前 祂得到安息 祂就应当跟从我了 付我的恶 恶就是牛 放在祂的箭头上 拉这个泥 就是泥这个土地 然后耶稣第四就说 付我的恶 跟我一起侍奉 跟我一起工作 而且不是用你的方法 你用你的方法 就很辛苦了 用我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学我的让识 用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怎么样啊 天父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天父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做先父 吩咐我所做的 有天父与我同在 我们也去学耶稣的让识 耶稣在神面前 完全的平安 祂在快要定十架的时候 他对门徒说 我不能差遣天使来救我吗 天父能够马上救我 但这样的话 今生的话就不能应验了 所以他就完全的相信 在他被定十架被害的时候 还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不惧怕 所以他不惧怕 学耶稣的生命 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 充满灵敏 充满爱 哈利路亚 我们就安息了 太多人 担着担持 就没有 安息了 然后他说 这样 你的心 原文是灵魂 里面就必得想安息 我们留意 有两个安息 在这个经文 第一次安息是什么呢 当人来到耶稣那里 亲近耶稣就有安息了 第一种安息 第二种安息 是当我负耶稣的恶 与他一起侍奉 而且留意 不是负你的恶 是负耶稣的恶 是耶稣的责任 是耶稣的教会 耶稣的侍奉 我们负他的恶 跟他一起侍奉 是属于他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 担着担着 神会负责一切的 然后 这个 这样的话 当我们 让耶稣 去负责 我们去负他的恶 不是我的恶 这样我们心里 灵魂第一种安息 是亲近神的安息 第二种安息 是负耶稣的恶 也学耶稣的生命 要先负耶稣的恶 没有学耶稣的生命 就很重大了 其实 事奉的大吉可以很重很重 因为我们永远都会 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永远都有些地方 会有不好的表现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事奉 我就说我做得不够好 就有担子了 但耶稣是完全的 轻松的放在神的手中 这样的话 我的灵魂就像安息了 那我问你 你们敬拜神 有没有安息啊 有 但你的灵魂 有没有全然的安息了 如果你的灵魂里面 还是有重大的话 就是代表 你是负着自己的担子 你不是负耶稣的担子 你是带着很重的担子 来生活 来侍奉 所以耶稣说 你相信我 我负责的 我给你力量 我给你恩典 我们就轻松了 然后因为我的恶是容易 有些人说不用你啊 不容易很难啊 但神是负责的 祂能够赐给我们力量 有神的同在 当你满有神的平安 轻松喜乐 你所说的话就带着能力 你越靠主轻松 你的话越有能力 你越当着担子 你的话越没有能力 因为是人的话 律法的话也没有能力 因为你只是批判 你没有 你担心你常常担着担子 你越这样批评人的时候 人越觉得重担 因为他走不到 但我们说 耶稣 背着你的担子 祂知道你的担子 祂想帮助你 你让祂负责你的一切 祂负责 你有没有带领人信主 不要紧 你去传福音就可以了 神负责 你让我活在你的里面 学耶稣的让识 你的生命流露出来 就充满恩典 这样的话 你的恶就容易了 但只是精神的 哈哈哈哈 这样释放 就很轻松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 反思自己的生命和释放 如果你是 哈哈哈哈 这样释放的话 你真的是轻松了 但如果你释放的时候 哎呀 我今天做得不够好啊 哎呀 这些人都没有改变啊 哎呀 教堂没有力量啊 哎呀 教堂没有钱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重的担机 这样就很辛苦 你要轻松 还是要辛苦了 耶稣有这个责案 好了 我现在去解释经文啊 因为我里面充满 我欣赏神的 轻松 所以我说什么话 你留意我都去讲到 神的恩典 要你感受 当我刚才解释圣经 有没有感受神的平安啊 神里面的轻松 就是因为我里面都去装满这些 希望你们都去教 这样继续很轻松 你喜欢轻松吗 喜欢轻松 就让我们多思想神的恩典 不去思想 烦恼 困难 好了 我 现在跟我们的大纲去讲 当我讲 讲这个道 我未必跟随这个继续 有些时候我就在中间讲 人的问题 有些时候再开始 很多时候我都会讲神的恩典 有些时候我讲神的恩典 也会讲我们怎样做 但我 这是这些部分 未必是分开的 有些时候分开 有些时候去放在一起的 就看我们能够怎样 调整这个内容 如果你不能调整的话 你需要跟这个继续 你就跟这个继续 好的 首先这个 反面立即和正面立即 其实当我们跟人沟通 因为很多人 我在网上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人讲我 我都说 我欢迎你讲我 他们说 不好意思 找你 我说 不要紧啊 我乐意 我这样我的电话 都放在网上 因为我让人可以讲我 我发觉大部分人讲我是什么呢 哎呀 我很辛苦啊 我的生命很辛苦啊 我的家庭很辛苦啊 我的事夫很辛苦啊 我整个生命都辛苦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这个的确是人的情况 我自己有经历过 我自己也有的 现在是不是没有单纸了 不是 还是有的 但我尽快放下来 但我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第一 是承认 我真的有单纸了 我需要耶稣帮助我 我不去画美的 而且这些单纸就影响我们 活得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的话 就不享受的 世奉就变为单纸 变为单纸有什么后果 很多后果的 现在我讲一讲这个后果啊 这个 愿人看到这个严重性 长期担心有什么后果呢 第一是不开心 第二 越来越多病 通常担心人希望有健康 但越担心越多病 我就会问 你想有病吗 你是不是很想有病啊 很痛啊 你想有病的话就担心啊 忧虑了 你想没有痛的话 就抓住这个应许了 所以我讲出这个负面反面 正面利己 正面利己 可以用别人或者是自己 我告诉你 我现在跟我开始传道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 我感谢神 为什么我这样轻松呢 因为我知道我在神里面轻松 神就运作 我渲染神的美善 神就运作 人的心就被神的爱融化 人就开心 就轻松 神就做过 这么简单 所以我现在越轻松 越思想神的恩典 越渲染神的恩典 人越被改变 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改变 荣耀归于主 不是我的改变 是神的改变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真的感谢神了 好了 神的属性 本性 从这个经文 看到什么本性 神就是平安的神 神就是平安的王 在他里面 完全的平安 轻松 虽然他有无限量的工作 无限量的工作要做 无限量的人要拯救 神有无限量的工作 但他是全能的 全能的意思是什么 他能够做所有工作 同时他是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 他可以专心帮助每个人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 神有这个能力 他里面是完全的平稳 安静 完全没有定他的儿女的罪的心 他完全说 完全说 你认你的罪 我完全接纳你 你信看我 我完全接纳你 你像我的里面 完全轻松的 他就是这样轻松的神 喜乐的神 好了 他的恩典是什么呢 这个经文已经开始已经讲了 你来到他那里 马上安息就临到你身上 我不能对你说 你来到我这里就 平安息了 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去帮助人来到神面前 去帮助我们有安息 没有一个人 令人有这种安息的 例如有些人在恋爱的时候 见到一个人 很兴奋 很开心 但 他的生命 不会被这个 他爱的人改变的 人没有改变人的能力 虽然他很喜欢这个人 这个人也喜欢他 但这个人没有能力 改变他的生命 但神有这个能力 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 越有平安 这里我讲神的恩典 也讲一讲 如何 这个是律法 如何 但我讲的时候 不是律法性的 而是说 神是平稳 安静的 在他里面 完全轻松 所以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马上就经历 神的平安 你有没有经历过 加美酒 哈利路亚 加美耶稣 哈利路亚 有没有平安 轻松 神就是这么美丽的 这样美丽 天堂也是这样 天堂是完全充满恩典的 去到天堂还有没有烦恼啊 没有 没有 耶稣想我们什么了 在地 在地 如同在天上 我们可以的 在地上 所有烦恼都放在神的手中 常常亲近神 神的平稳 安静 就充满我们整个心灵 整个心灵都去平稳 安静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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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讲 一边 你们一边经历 是不是 这个就是这种讲到法 你一边带领人 享受神的爱 一边经历 然后耶稣讲到第二种安息 就是 第高层次的恩典 第一种的恩典 就是你亲信祂 祂的同在带来的平安 第二种 就是当我们与祂连接 与祂的侍奉联合 与祂的怜悯联合 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 就好像祂怜悯人的时候 我们就负耶稣的恶 因为耶稣是柔和谦卑 祂怜悯每个人 祂的性情 祂的性情是柔和谦卑 祂很温柔 很谦卑 祂见到人就怜悯 当我们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当我们与神联合 有神的怜悯 有神的爱人的心 帮助人的心 神就喜悦 然后不是用人的方法 因为神的方法 神有祂的方法 这是祂的智慧 聪明 能力 怜悯 这是 这是也是祂的恩典 祂的恩典是什么呢 你信靠祂 你将重担放在祂手上 祂能够 将我们的生命改变 愿我们学耶稣的样式 愿我们能够学耶稣这种 轻松 倚靠神的心 这种生命 但我们 能够领会 明白 耶稣的轻松 耶稣倚靠神 和神的大能 这样的话 当我们负耶稣的恶 就能够有 深度的平安 深度的清醒 我相信你们也有的 你们吃风神的时候 也有一些时候 非常的满足 当你看到人改变 你心里非常的满足 在里面有满足 这个非常好 这个就是神的工作 但有些时候 因为人的软弱 虽然有些是满足 但过一分钟 又有担心了 所以这个担心又来了 这个满足就不能长期的把持 但如果我们整天都想到 神与我们同在 祂负责一切 这样的话 我们做什么事情 神都喜悦 我们这样被凉水 给一个小姐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就开心了 整天都抓住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叫我们轻松 神说做什么小事 尊重我的 我都喜悦 我都祝福 这样的话 我们就平稳安静 就轻松 这是神的恩典 祂帮助所有 亲近祂 用祂的方法 服侍神的 祂就这样平安寄给我 这是祂的恩典 然后 祂另外的恩典 就是说 在天国里面 所有的工作的地方 跟地上的不同的 你去很多地方 他们做工 在工厂 里面都是人 要做工 很努力的 但在神的工厂 是不是工厂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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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的时候 神的工厂是这样的 每一样工具都很轻的 你动的时候很容易的 但去工厂的时候 是用力的 是不是 用力的 但在神的工厂 是很清神的 因为你依靠神 好像我刚才叫 哈利路亚 马上人就尽力平安了 是容易的 所以在神的工厂 每一样工作都很容易的 你只要依靠神 你做 马上就有力量 因为神这个恩典 他令每一样工作都变为 轻松喜乐 所以我们一边工作 一边吸你 就必得享安息 这个是神奇妙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 工作可以这样满足 可以轻松喜乐 这个刚才我去讲到神的恩典 讲的时候 是不是你会感受 真的很轻松啊 因为 我明白神的恩典 也思想神的恩典 思想每句话 我都是根据这句话 讲出神的美善 好了 警告提醒 虽然神是这么轻松 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轻松呢 不是的 很多基督徒都很多烦恼 为什么呢 很简单 用自己的方法 不是学耶稣的样式 是学世上的方式 世上的方式就是 在世上的工厂都是很重的 这些机器都很重的 所以很努力 用力 所以就很烦恼 有很多人以为 我骂人 人就会改变 这是人的方法 其实骂人的时候 会不会很开心呢 这个人不好 你就骂他 你没有爱心 你没有亲近神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释放神 我们骂人的时候也不开心 这个人被骂也不开心 也不精神 所以神的方法是亲神的 怎样方法呢 耶稣很想提升你的生命 当你依靠祂 亲近祂 用祂的方法 亲近神 你就马上有力量了 用神的方法 是最开心的 最轻松的 那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啊 我也鼓励祂被神使用 但我用的方法是神的方法 神是 这个经文是用神的方法 这个经文是说什么 来到我这里 就轻松了 平安了 安息了 你付我的恶 学我的让序 就轻松了 整个生命都安息了 因为我令你所有的恶都容易 所以这个经文充满恩典 应许 是不是 充满恩典 这个是一个例子 耶稣不是这样说的 你示范一下 你过来 你过来 我示范一下 你过来 过来 耶稣不是这样的 你要安息了 你没有安息了 在这里 耶稣不是这样的 耶稣不是用压力 压力能不能够教人安息的 不能够 压力是不能教人安息 压力教人更沉重 所以这个警告 你去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自己有重担 你的教友有重担 你周围人有重担 你的家人有重担 为什么很多婚姻很痛苦了 因为都是吩咐批评 你没有洗碗 你洗碗不干净 你没有发好衣服 你做什么不好 你没有赚钱 都是批评 这样的话 就越来越做得不好 但你欣赏他做什么小事 他欣赏他 你做得很好 我欣赏你 我谢谢你这样做 他就更有动力去继续做 好了 如何 我们知道如何 如何可以有这个安息 首先我会讲 除掉这个重担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讲到都会讲到 除掉这个反面的力量 反面的力量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当着当着 看到问题 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很难啊 怎么办 因为这是世人的方法 世人的方法就是 有烦恼 有重担 就不开心了 就当着当着 所以我们就学习 神是全能的 你相信神是全能吧 这个第一 神有很多证据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有很多证据 证明他是神 甚至很多居然 而且我们可以经历神的 祷告可以经历神 我们奉耶稣名可以赶鬼 可以有疫病 生命改变 心灵意据 身体意据 神是可以经历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 神是可靠 他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就相信了 世人从小的时候开始 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所以担子很重 有钱的人其实 担子也很重的 因为他们要继续赚钱 但我们知道神是全能 是不是代表 神是全能 我就什么都不做 不是 我用神的方法 其实我一天 整天都写不同的材料 我有帮助人 我有祷告 尽尽神 但我写很多材料 但我写的时候 是很轻松的 因为是神给我的机会 聪明 所以我就轻松 我写的时候就一边欣赏 神啊 你真好 你的恩典这么伟大 哈哈哈哈 我一边写 我的讲道 一边哼歌 或者是播放一些 我很喜欢的 我很喜欢的敬拜 是个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哈哈哈哈 这是在神的同在之中 放下所有的烦恼 什么原因 因为很多时候是家庭给我们的压力 我们习惯这样大的担子 需要放手 这是相信神的大了 然后整个有安息的 很多时候我都会讲亲近神了 亲近神整个有力量 有些人亲近神的方法是这样的 他们会数 我什么地方要求神了 神给我钱了 给我老公老婆了 给我儿女了 给我师父了 帮助我了 健康啊 神啊 就单单讲说 很多很多 我需要神帮助的地方 这很繁忙了 其实我们在神面前 可以平稳安静 神负责的 所以我们可以爱神 神为爱的人预备 眼睛会成看见的恩典 所以我们爱神 神应许 爱神的人 神就预备 你没有祈求了 祂都为你预备 你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嫁给我们 所以亲近神的小学 爱神 关心神国的事情 也让 献求祂的国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求神的国度 临在 帮助人信耶稣 第二 神做王的地方 这是祂的国度 这是让神做王 这样的话 我让神做王 神就回应我的 所有的需要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担心了 所以我今天神 都是享受神 爱慕神 也宣告神在喜悦 所以我就轻松 所以每一次祷告 都有力量 马上有力量 有些人觉得没有力量 因为他说 神来依据我 但还是没有依据 神来快快依据我了 还是没有依据 求神依据我了 还是没有依据 这句整天都想 一句一句一句 越去这样想 有些时候 注目在一句 不是注目在神 我们注目在神的美上 就越有平安了 然后实际上 有什么方法呢 那三方面 你可以放在自己里 第一 除掉什么垃圾 拦住 拦住我们安息的 任何主题都可以 这三方面 任何主题 第一方面是除掉一些 影响我们活出神 这个性情的 这方面 第二 亲近神 怎样亲近神 在这方面得力量 第三 实际上 怎样做 可以有安息 实际上 当我们担心的时候 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的思想 需要说服自己 神负责的 神会帮助我的 我不用担心的 我就思想改变 然后亲近神 我就说神负责了 我不负责了 教会的问题 我不负责 但我会去做 但我不负责 我就去 叫在神的手中 我就去依靠神 亲近神有力量 但我讲道的时候 都去平稳安静 都去轻松喜乐 这样的话 神你做功 带领人 去爱慕神 被神改变 这个就是实际上 当有烦恼的时候 怎样处理 也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 有一群人一起 多祷告 多敬心神 是一种方法 也可以请教一些 有智慧 聪明人 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不用 担着担心 有些时候 在侍奉 在家庭 在工作 的确有些问题 需要有些的智慧 辅导 这样我们就找人 去辅导 处理 然后另外 最后一个 很重要 有用的方法 任何情况 都有用 我们有任何进步 就欣赏自己 我现在轻松一点 哈利路亚 我有进步了 感谢神帮助我 我有进步 我也依靠神了 所以我可以开心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随时 进步 就开心了 这是说 令我们不开心 我们就处理 我们也可以找一些人 祷告 一起得力 也可以找一些辅导 然后有进步 我就欣赏了 我越来越进步 然后如果没有进步 就问自己 这个反思 我到底做错什么 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为什么会担心 我的思想是怎么样 担心的话 怎样放在神的手中 就找出这个方法 去处理 这是这个 实际上 我们需要讲 这是实际的方法 例如有些人讲到 那是讲 杨树人啊 杨树人 你要杨树 但没有说出方法 人就觉得很难 怎样杨树呢 里面很多的愤怒 怎样化解 这些愤怒呢 这是要讲出来的 哈利路亚 你们有没有提问啊 特别多种 杨树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